WMF 其實就是這個 W就是Windows 中繼檔就是MF Metadata的意思 叫做Windows中繼檔 Windows中繼檔實際上就是一個向量的圖檔 向量的圖檔就沒有第一個點證圖檔的鋸齒狀 還有那個點狀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它沒有路徑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這個圖檔放進來以後 它不會像點證圖會找不到這個圖檔的問題 因為它進來的話就是一個尺寸而已 進來反正就跟那個原來的圖檔沒有關係 不會像點證圖到說奇怪那個圖檔連結失效的這個問題產生 特別注意就是再來我們 插入 Windows中繼檔 然後找到也是一樣桌面上有沒有 電腦這個圖檔按開啟 那接下來的話 一樣 下面會出現的指定插入點我就點一下 再來的話 他說Exo的比例 我就按 預設值都是1 所以特別注意的話 我現在螢幕上任何一個地方點一下之後 再來的話 比例1 按Enter Exo Y軸都按Enter 其實後面按三下Enter就可以了 1 Exo的話是Enter Y Enter 再來的話旋轉 咬